大家好呀,我是花猪 献保官方由于不可抗因素 将在1月8日零点下嫁营和认齿的皮肤 以及涂测热下制约 所以我紧急为大家制作了相关攻略 希望大家都不踩坑 点赞投币收藏十经验,转发五经验 但您早日满集的同时 还能为想抽的角色积攒欧气 祝所有点赞投币三连的朋友十连多金 首先是画册的设置演示 其实就是动态壁纸 这张热下制约是非常顶的 所以我不敢放全貌 大家进游戏看就知道了 绝对值得还 目前零课最多能拿到1.8万晶体 然后课98加一张月卡 可以拿到2.6万晶体 如果不打算课金 那么到了1.8万左右 就可以去买皮肤了 晶体主要来源是所有副本的手通奖励 以及教程和一些任务 目前有很多朋友在困难22拿不了三星 这里建议大家先去打活动 探索碎星虚影的虚影赫拉 打完它以后可以完成任务 给银拿到一套金色的芯片 从而大大提升银的伤害 然后用我这个配对 白灵可以用随便一个奶和护盾替换 接着在一阶段让Boss放出大招 就是血条下面的黄条满了后释放的技能 正常情况只要奶珠就能三星过 如果带了随想曲 则可以偷跑 并用它的普攻给Boss上一个受到修复弱化的状态 然后速度打掉Boss的一阶段 那么二阶段Boss就只有一点血了 碰一下就通关了 这个脱跑方法是有几率的 强度实在不够的朋友可以试试 一般来说带上两个奶 只要输出角色强度够 完全可以自动拿三星 接着是建筑这里 记得优先升级行星指挥部合成工厂 因为角色后期突破材料都是需要合成的 很多朋友都被卡在了60突破70 包括我自己 真的是太尴尬了 大家请放心 后续有什么福利活动资讯攻略 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点个关注 就能第一时间查看了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用免费的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祝您抽卡不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